茶余饭后一部电影一段结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十岁小女孩在绝望中挣扎的电影《旅行者》 有一天父亲给小雅买了一双漂亮的鞋子 并给小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还带小雅到餐厅里吃了一顿好的 大巴在缓缓的行驶 小雅却突然离开 因为她想要小姐 可在小姐完后赶回大巴时 却把新鞋子踩进了泥泞里 父亲体贴地给小雅清洗着小脚丫 而当清洗完后 小雅却莫名其妙地抱着父亲 貌似她已经知道了 马上就要发生了一件大事了 贫穷的父亲带着小雅又来买了一块大蛋糕 两人将蛋糕带到一处有修女存在的地方 而小雅也被修女带到了有许多小朋友的房间 没错 父亲因为无法给小雅更好的生活 所以将小雅送到了孤儿院 等待好心人的收养 在所有小朋友开心吃着小雅带来的蛋糕时 她却一脸沮丧 接下去的生活她都自我封闭 一人躲在柴堆里 不肯跟任何人接触 即使修女来喊她吃饭 她也无动于衷 因为在小雅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父亲 当夜晚休息的时候 她看到围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后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爸爸你在哪里 你不是答应我不会离开我吗 隔天当所有小朋友都在吃饭时 小雅却把自己的饭全扔了 这一行为让管家阿姨特别的反感 但是她并没有指责小雅 也没有安慰她 可这时有一位小姐姐过来安慰了小雅 告诉她别再无力取闹了 但是之后小雅找到了院长 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 因为父亲告诉她自己只是来旅行而已 但这里根本不好玩 可院长哪里会同意小雅的离开 于是小雅独自爬上了围栏 所有人都在劝阻小雅 但她就是拼了命地想要离开 最后阿姨将大门打开 告诉小雅想走尽管走 可小雅走出去没多久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她又回到了院里 去厨房找了吃的 她开始告诉自己必须接受实施 渐渐的小雅开始跟阿姨说话 开始跟院长说出心事 有洋人来院里表演 小雅看着演出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最让她开心的是 姐姐对她非常的好 让小雅感受到了久违的爱 两人甚至一起决定永远待在这里 为此他们不能在 来收养孩子的那些人面前 表现乖巧的一面 每次有小朋友被收养走后 大伙们都要给她唱离别歌 但好日子没为吃多久 小雅再一次崩溃了 因为姐姐也被人收养了 小雅再一次尝到了 被人抛弃的感觉 好不容易开朗起来的小雅 再一次躲进了柴堆 她开始不断地挖土 甚至挖出了当初与姐姐 一起埋起来的小鸟尸体 而小雅却直接扔掉 她不断地挖 起初以为她只是在发现 自己内心的无助 当有一天所有小孩 都出门游玩的时候 她一人来到了挖土的地方 躺了下去 打算将自己给埋起来 但是没一会儿 她不想死了 她发现这样根本不能死去 最重要的是 她明白了死亡 并不能让她的痛苦结束 小雅找到了院长 她想被收养 她也想离开这里了 最后的最后 所有小朋友又在唱着离别歌 可这一次听的人是小雅 她离开了 在飞机上 小雅想起了曾经与父亲的生活 但这都是过去了 崭新的生活已经朝小雅挥手了 一辈子怎么可能都如我们所愿 人生的旅途 只有经历痛苦 才能变强 才能不断地成长 这也是电影的另一个名字 旅行者的意义所在